当秋叶落在时光雕刻的脉络里,季节里已满失秋的韵味了,时光变得不再张扬,太阳也少了一份气势,却多了半沉淀和安稳,秋水无尘,静美至极,安然澄澄的秋,就有如人到中年,不再注重外在,更多的是内心的风营与傲慢。 季节是由前走向深,人生是由导走向后重,已在岁月的门飞回望,有花开的欣喜,也有花落的惆怅,感受到了季节的温度,也体会到了人情冷暖,千帆过后,带着珍惜和懂得,更轻生命的回生,走进岁月的秋天,对时光的深情,却从未消退,秋天的缘也变得空旷起来,分扬的秋风,将季节打扮得多姿多彩, 经过春的耕耳,下得生长,藤林静染的秋,到处都是说果雷雷,站在秋天的墨上,望着辛苦劳作的人们,不免感划生命的力量,没有春天的耕耘,就没有秋天的收获,人生也如此,没有年少的努力,为理想而奔波,又怎会有中年的安稳? 林宇棠说,不管我们走到生命的哪一个阶段,都应该喜欢那一段时光,完成那一阶段该完成的职责,不沉迷过去,不狂热地期待着未来,生命这样就好。 中年如秋,有着繁华落金一样的淡薄,生活哪有那么多轰轰烈烈,都归于一周一半的平淡,人生是一个与自己可解的过程,终是要回归的。 从年少的看远,到中年的看宽,从心一怒马到宠辱不惊,岁月终是不可返,简单才快乐,平淡才真实,生命又如花般灿烂,也会又如秋夜般凋零。 中年如秋,学会倾听自己内心的声音,尽量做到内心平和,不再为得到而过分欣喜,也不会为失去而过分伤感,养一怀甜感,静如秋水。 尽量朝着有阳光的地方奔跑,青山圆不动,白云子来去,秋的末上,时光沉淀了多少春蓉秋枯,又见证了多少聚散别离,你无法阻止一朵花的凋零,也无法挽一枚片叶子的跌落。 今年树上花,你不是去年之上朵,没有调整心态,善叹生命。 珍惜过往,也许幸福,就是心底的一份从容,宁可抱香之上老,不随黄叶舞秋风,于秋的怀抱中,尽闪花开花落,如一朵秋菊,安静的生长在角落里,不以物喜,不以己悲,略去浮明。 沉浸内敛,直作自己,人到中年,心怀感恩,感谢旧的宽广和包容的胸怀,让我们品尝到付出和回报的欣喜。 感谢四季轮回,让我们懂得了珍惜,感谢人生的漆漆落落,让我们经历了生活的风雨后,在中年的秋千里辉望,依然能感谢生命,感谢那个最初的自己。 如果喜欢本视频,请分享并订阅本频道,别忘了按赞哦。